民众现在如果确诊 想要拿口服抗病毒药物 必须要透过医生来诊断开立处方前取得 不过呢 有一些药物的这个Mega 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像是辉瑞口服药 因为用药经转的因素 会和多种药物产生交互作用 除了不建议跟清关一号同时服用 平常呢 有服用三高药物的民众 也要记得拉开用药的间隔时间 目前治疗新冠病毒 都要由医师专业评估后 才能服用口服药 国内除了汉方清关一号 还有辉瑞的贝拉维 以及莫沙东的莫娜皮拉维 三款可口服治疗 不过口服药可不能随便吃 有不少禁忌要注意 因为大部分的它的药物 都在以肝脏的代谢为主 所以肝功能胜功能不好的病人 可能要用的时候要小心 所以莫沙东的药物 是不适合用在孕妇 辉瑞口服药是一种 妇方治疗的口服药物 也就是每一次要吞两种药 但其中有一颗药丸 会减缓血液中的药物代谢速度 民众担心 如果搭配清关一号同时服用 会不会导致药品浓度加成 副作用加剧 清关一号可不可以同时吃 其实清关一号跟 辉瑞的药物 它们的肌转不一样 药师会不建议同时用 但是可以隔了两个小时 除了建议这两种药物 不要同时吃 另外服用辉瑞口服药 对于三高民众的日常用药 也有影响 像是高血压 糖尿病和高血脂用药 都会和辉瑞口服药 产生交互作用 让体内药物代谢延迟 造成药品浓度过高 可能会导致用药不良反应 不过像是普拿疼 或是纸核化痰 属于症状缓解药物 就可以和辉瑞口服药并用 口服药对治疗新冠有效果 却不是人人都适用 尤其慢性病患和孕妇 用药更是要听从医师指示 怎么吃何时吃 免得服用之后 反而还伤身 记者台北最后报道